大家好 我叫水野焦 来自于吉林 我的身高1米70 体重65公斤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 从小学就开始了 我的体育生涯 时运会下队以后 我就开始做过教练 个人是私人无畏 我来了 学焦你太紧张了 别紧张啊 不好意思 有点紧张对不对 紧张是一方面 因为我这个行业 从小我有两个性格吧 我喜欢说话 喜欢交流 但是跟陌生人 交流的不是很多 你跟我有陌生感吗 没有啊 没有吧 对 咱俩一上来都看得很亲 对不对 你刚才说 你是学 说从小就学体育的 对吧 以前除了武术 在武术之前 还学过其他体育吗 学过举重 举过多久 四年 四年 三年的省冠军 三年的省冠军 对 吉里省冠军 对 后来为什么去学武术呢 因为有个三打教练 发掘了我 所以我也特别喜欢 武术这个行业 所以我说开始练习了三打 那你看 说你刚才说你做私人护卫 对 私人护卫是什么 就是私人保镖吗 俗称为私人保镖吧 你保过谁啊 一些明星和个人私人企业老板 让我八卦一下 明星你保过谁啊 不好意思 这个不方便透露 但是说一些演唱会吧 比如说 成龙张学友一些演唱会 我们都去过 那执行任务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伤 有受过伤 怎么受伤 给一个老板挡了一刀 挡了一刀啊 对 因为 扎在你哪里了 哇 这个内伤外伤是很正常的 内伤外伤很正常 对 工作 想找一个长久的 跟我有缘的我的老板 在他身边能为他做一些工作 还有在集团里 可以做一些安保部门的经理工作 你有多能打 四五个 五六个应该没有问题 你打到过的最高纪录打几个 七个 打七个 对 有没有哪一个男的 觉得自己体格好啊 我不行 我一看就是身材非常肥瘦 不行 这样吧 我跟刘慧普上 好 稍等一下 你们两个 你们二位在这等着 我托付一句话 哎哎哎 沐妍 别说话的 我托付一件事雪橇 尽可能的别伤着他们 也许他是我的老板 但是我没有办法 他来挑战我了 那我 我 我的 我的拳啊 腿啊 你的拳和腿 你自己掌握不准 是吧 刀剑无情 拳脚无眼 好不好 少高 你站远一点 别进身上学 我现在呢 把这个平台闪开 尽可能对他俩客气 这儿还有一生子状 得让他们俩先牵一下 雪橇 尽可能的控制 好不好 来 一拜 Action 其实保镖工作呢 他需要怎么样去验证了 这位参赛者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武功高强的 现在这两个老板呢 自己上台上呢 有点是现丑的来着 看来新手还是有点 有点欠缺啊 如果人家真的是要跟你打的话 好像一招就能够把你撂倒 慕言号称他会武功的 实战时候 那行李使不出来了 好 你们不 好 你不用 你不用 不 你不用说了 我们现在知道你们两个想 就觉得平淡乏味的生活太没意思了 是吧 舒服了吧 踏实了吧 不是 太不公平了 那还有一个呢 没打 你说人家孙雪胶吧 什么事没有 一个被打倒的吧 弄了一头汗出来 好了 12位 在了解基础情况之后 你们决定 让孙雪胶继续 还是离开 拍拖离开了 宝贝离开了 一万离开了 晓鸥离开了 晓鸥离开了 刚开 好 我觉得啊 可惜 今天方舟子先生 不在这里做教训 方舟子没在 对 他可能需要一个保镖 方舟子 我觉得惠普也需要他 我觉得惠普需要 因为万一沐延攻击他的时候 他可以有个保镖的 对对对 惠普你按灯按得太快了 其实像沐延这样自己作死的人 是不用来攻击我的 就是我一看他摔倒了 我立即就双手作一撞 对对对 你说我打不过 但是我会跑 不是 惠普就是这个典型的 就是说在危难时候 他就往回撤 然后我就往前冲 我告诉你 沐延 沐延 刘惠普从来没想陷入到危难时刻 是你死歪裂把他拉上来的 他先挑的头 好了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雪胶 两个坏人上来之后 雪胶的眼神立刻就变得凶狠起来 在你凶狠完之后 来恢复到柔美的状态 不管我成功于失败 我想借这个 分你莫主的栏目 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句 我一定会经过我的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我想对我 不在世的老人说一句 从小你给我养大 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 相信自己 你说的第一段我能理解 就是像爸爸妈妈说 像已经不在世的姥姥说 有点吓人 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 托梦的那个阶段了 总之就是告诉家人 自己有希望嘛 对不对 父母是不是不太支持你的这份工作 我父母分开了 从五个月我就跟我姥姥一起生活 但是在我刚下队的时候 打时运会的情况下 我姥姥就走 能力很强 明显的 也非常踏实 非常实在 我听你 谢谢 我先帮雪姥说一句话吧 这个女孩子真的很踏实 而且如果这个 关系一定要确定下来的话 她会死心塌地的 对 因为她特别特别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存在 她其实是把工作关系 替代了亲人的关系 雪姥我想问你啊 第一个我想知道 你会不会开车 会开车 但是开的不是技术那么熟练 因为我们有很多影视剧嘛 我们有一些 发布会的活动 会有很多这种艺人 是 有发布会的时候 才去做这个私人的 保卫的这样一个工作 保镖的这样一个工作 其他时候可能就是在公司里面 当一个司机 你愿不愿意接受 是跟您吗 公司里面司机不能说是跟着谁 好 明白 你能不能接受 再考虑考虑 他需要考虑考虑 好 你封的问题 你设计的岗位是什么 首先我们有保安部啊 我们保安部下面虽然都是男孩子 我觉得他做保安部的经理很好 另外 刚刚美霞已经帮我问过了 看他会不会开车 我觉得在工作之外 他可以帮我做保镖 我太需要人保护了 我留在这儿并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体育人才 然后做的也非常好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职业以外 愿意不愿意选择 其他的职业 对其他的职位 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去培养你 在这个阶段能够提供一个转型的并不是很多 我认为那个雪椒有一股非常好的这个狠劲 很适合其实能够当一个好的Sales 你现在直接告诉张力 如果去做互联网销售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能给雪椒一个小建议吗 少刚 我觉得特重要 好 雪椒你以前是做私人护卫的 据我所知 这个行业收入还是挺高的 是的 可是如果你去面试一个级的保安部 别说保安部了 就保安部经理这样一个职位 其实他的很多应聘者是退伍军人 收入并不是特别高 而刚才我们这位男老板给你提出的一个职位呢 其实是很有发展性的一个职位 你现在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把保安部作为你的就职前提的话 你想过你的预期薪资是多少吗 想过 多少 一般保安部基本上那是五千左右 五千八千 那时候比较多的 五千八千差多了 行吧 张力他到现在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美侠到现在他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三位 你们现在要来判断 给不给他机会 继续进行实质性的交流 你们现在要决定 让孙雪椒继续还是离开 美侠你 我不能提供保安部经理 或者是孙宝比较这样的职位 我只能提供Siles 张力他仍然选择了留下来 他会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销售的职位 接下来你要和两位谈钱不上感情 林老师您给我的待遇在多少 正常板案部经理的起薪是三千五 但是我可以考虑给你五千 谢谢您 张力 我们一个普通Siles的底薪是两千五 但是算上提成之后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做的稍微好一点会超过 也许五K或者十K 超过多少 您为什么一收到钱 如果你要做的很好就会超过 发现我说想了 至少你会超过五K 每个月 那么超过十K 很经常 超过一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谈钱 你脏力 你自己把自己弄得那么小心紧 不好意思 又不丢人 我决定了 你决定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我给你更多的思考时间 学校你的选择是 林老师 我相信缘分 最重要的就是情意 我觉得我不会令他失望的 他也不会令我失望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